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去韓國 買了一批戰利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買了什麼戰利品 首先介紹我買了TOO COOL FOR SCHOOL 這個品牌的... 你看看 這個品牌的Sleeping Mask 我覺得蠻好用的 其實是保水 我用的時候我覺得它不會太黏 因為很怕一些面膜 它會在臉上很黏 睡覺的時候會黏到四處都是 這個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保水能力都OK 都不錯 保水能力都不差 因為我用的時候 我就... 可能開冷氣 所以它也能保持到 不會令皮膚很乾 水分 而且不會太滋潤 所以不會太容易生暗瘡 因為我真的很怕太滋潤太滋潤 否則我的皮膚是很接受不到的 會容易有滋粒、暗粒 或者會生暗瘡 而這個品牌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適合我的膚質 適合我用 所以都... 大家可以試一試 當然要看自己大家的膚質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涼瓜的面膜都不錯 5分滿分的話 保濕程度會有4.5分 緊緻、價錢、包裝都會是3.5分 回購率會是4分 另外呢 我就買了一個... 洗臉的 這個 這個洗臉呢 我覺得 洗得超乾淨 而且它的泡泡是很豐滿的 變成它洗的程度會比較乾淨 但是... 唯一它就是... 它洗呢 它不會抽乾你皮膚的水分 但是... 不會幫你增加你皮膚的水分 那變成... 其實... 洗完之後呢 記得要塗一些保濕的東西 因為... 它... 是真的洗得很徹底 但是... 嗯... 我又覺得洗完它 它又不會抽乾皮膚水分 不會說很繃緊 很乾淨 但是... 不錯的 這個都OK的 5分滿分的話 保濕程度會有2分 潔淨程度有4.5分 價錢3.5分 包裝4分 回購率4分 那... 就買了這個... 這個... 唇膏啦 那... 這個呢 我又覺得... 挺容易上色 而且挺淡的 那個顏色 我覺得當潤唇膏用呢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它那個顏色不是太深 那... 淺淺的淡的粉紅色 那... 還有夠滋潤的 但是... 你... 你預算了 其實都不是說... 很長時間的 它會比較容易脫 那... 其實多數一般的 潤唇膏都會比較容易脫的 是不是 那... 所以我覺得它都不錯 因為它都有少少顏色 還有... 很輕微的香味 那... 我覺得都能接受到 因為... 其實有時候很怕是... 太過香的香味啦 那... 可能... 但是... 我還要保持持續很久 而那種味道你不喜歡的話 其實是挺難頂的 那... 那... 它這隻呢... 有少少的香味 但是... 不會太... 辛苦啦 而且... 那一會兒就沒有味道了 那... 這個都可以的 而且... 很喜歡它的設計 它的包裝很漂亮 讓我嘗試塗上嘴 給大家看看顏色先 是... 淡淡的 粉紅色 不是太深的 五分滿分的話呢 顏色會有四分 滋潤度會有四分 持久度三分 價錢三點五分 包裝四點五分 回購率是四分 當然那句啦 以上呢 是我自己個人的膚質 和我個人的分享 不代表每個人都適用啦 其實當然呢 要選自己適用的化妝品 護膚品 看看自己的膚質 那... 現場最好就是試一試 適不適合自己 那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啦 拜拜 再次見到這次了 會不會有一個的 好看 就是可以 在這次數字幕 你會不會有一個 在這次數字幕 發展